我個人蠻喜歡孫安佐這個人 他可以很自然而然的說出領域展開 完全不會笑場 光是這點你就會很著迷孫安佐 我真的很迷他 有人講說迪英或孫鵬溺愛自己的小孩 他才會變成今天的他 不認為孫安佐是一個壞孩子 在不違法的情況下 把自己的人生活得如此的中二 如此的像是動漫的主角 我覺得其實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我跟安佐直播完之後 有很多人問我一個問題就是 他是正常人嗎 我必須要說 雖然我知道有些人對安佐的印象不好 可是我公開的說 我個人蠻喜歡孫安佐這個人的 我在直播之前就蠻喜歡他的 在直播之後我只能說我更喜歡他 在直播前我喜歡他的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真實的人 我很喜歡真實的瘋子 宋安佐就是我覺得台上台下都是同一個人 在瑞稿的時候什麼 他都是很自然的講出他在 媒體跟螢幕前面那樣子 你聽起來非常中二的話 而且他可以很自然而然的說出領域展開 完全不會笑場 光是這點你就會很著名孫安佐 我真的很迷他 然後他會很真誠的跟你講一些動漫世界 才會聽到主角的願望夢想和報復 這也是我很迷孫安佐的一點 我在直播完之後我更確認了說 他私底下也是這樣的人 在不違法的情況下 然後把自己的人生活得如此的中二 然後如此的像是動漫的主角 我覺得其實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大家在那邊講說孫安佐什麼不笑 讓父母擔心這些話 或者有人講說敵英或孫鵬 要溺愛自己的小孩 然後把他溺愛成這樣 他才會變成今天的他什麼的 首先我不認為孫安佐是一個壞孩子 我覺得他就是把自己的人生活得 非常的動漫熱血跟中二 那至於現在其他他在做的那些事情呢 我都覺得他只是跟別人不一樣而已 就一般人不會這樣 他確實有那麼很多的與眾不同 我覺得也不能夠說他什麼不笑 應該說他是因為愛他的父母 才會努力的想要找到跟他父母溝通的方式 他希望他自己的喜歡 自己想做的事情能夠被理解 因為如果你不愛你的父母的話 你根本不會想要他們的理解 你會希望能夠得到他們的支持 就是因為你愛他 他們是你很重視的人 所以我覺得不笑這件事情 倒也不需要這麼的沉重的 把它貼在孫安佐的身上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